十分访谈 今天来谈绿色未来 最近在社交媒体上 大家可能会看到来自不少一些不同市政的贴文还有照片 当中有些是分享他们发现的动植物 也有些照片是在分享一些人自己种的蔬菜 还有或是看到如何将一些废弃的物品回收再循环的经历 这些内容都是新传媒CNA亚洲新闻台绿色计划的一部分 目的是呼吁人们从自己的身边做企业倡导绿色生活 希望促进本地永续发展的未来 当然这个永续发展是一个挺广的课题 它既需要公共还有私人机构的推动 也同时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配合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请来了绿色计划活动的两位代表 来跟大家聊一聊他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到底可以怎么做 我们来欢迎的是972最爱频道的主持人蔡李莲 以及yes933的主持人陈启佳 两位好 欢迎你们 欢迎两位 哈喽 欢迎 我知道两位都是各自电台的绿色代表 先请李莲来分享一下 在生活当中你有哪些环保的习惯呢 首先要跟大家拜个年 新年吉祥如意 人日快乐 那说到这个环保 今天是虎年 希望大家有如虎一样的一个威猛 还有行动力 在环保方面呢 其实在我们公司 其实不只是我一个人 对于环保都有尽力 比如说我们的其他的DJ 好像地狱姐 我们每次用完了纸张等等 他都会很在意回收 所以在公司里面 我们很多人都其实很关注 这方面的一些努力跟活动 那我自己本身呢 就是从几个方面减少浪费 还有在消费的时候呢 想一想有哪一些购买的东西 有哪一些比较环保的 比较可持续的一些材料的一些选择 还有把可以再循环的一些物品呢 丢进循环箱之前要先处理 有好多的一些小细节 都是在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做到的 然后最近呢 我们也更为关注一些环保的话题 比如说每个晚上 十点钟的发频道的这个新闻 几乎我发现最近呢 几乎每一天晚上的新闻当中 至少都会有一则 跟永续发展有关的新闻 所以我个人觉得非常的服务 你可以认识到很多东西 这个李莲的分享 已经非常的完整了 起家你那边不可以重复哦 好像我自己本身呢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环保的一些习惯 可是可能我们没有发现 像是我周围的朋友呢 就会问我说 你怎么会把电子垃圾 就处置在那个电子回收箱呢 他们就没有想过 可能以前家里有什么坏掉的电脑啦 不能用的电池啦 还是灯泡之类 甚至是键盘 可能你的爸爸妈妈就跟你说 OK就是去丢在垃圾桶 但是呢后来我发现 其实我们周围都是有很多的这个电子回收箱 像是在地铁站啦 CC啦不同的购物商场呢 都是可以处置那些呢 你已经没有再用的一些电子垃圾 那我觉得除了这一点之外呢 另外一点就是我自己本身 其实我是一个 如果这个东西坏掉 还是我觉得没有用了 以前的我呢 我会觉得OK把它处置掉 但是我结婚之后呢 因为我的另一半是一个很会修东西 而且他有创意的人 所以我就变得说 哦很多东西呢 其实是可以发挥想象力 废物在利用的 我举一个例子好了 就是我跟我的姐姐呢 以前在我们到他们有结婚之前 我们就睡那个双层的床嘛 那结婚之后呢 我就想说OK 我终于有自己的房间了 我要把我的这个双层床 换成单人床 我要把那个旧的床丢掉 那我的另一半呢 就跟我说 这样子很浪费 他就拿了锯子呢 到我家 锯掉了那个double deck的 那个upper deck 就留了那个 下面的那一层给我 然后呢就重新 做了一个很漂亮的单人床给我 所以我觉得发挥想象力 也是可以绿化我们的生活的 我觉得这个听起来都是 从头到尾在称赞你老公啊 这种的环保 你懂得去动手 去自己进行这些工程 感觉很靠谱 对对对 挺不错的 想问一下李莲 我们知道 这个love972最近几个月 每个星期都有一些 关于永续发展 还有环保相关的节目嘛 那听众也会 实时地分享他们的看法 那根据你收到的一些反馈 你认为国人近年来 有没有对于这个环保的课题 是更加的重视了呢 首先我要非常谢谢 我的搭档 也就是郭亮亮哥很勇敢的 跟我一起做这个话题 因为之前我们都没有 这样的一个话题 那我们把它称为绿色午餐 每个星期次呢 我们这几个月来 每个星期次 我们都跟大家聊一些 跟环保啊 永续发展有关的一些课题 有时我们还会请一些专家 比如说永续发展部 环境部的朋友呢 上节目 甚至讲到比如说电动汽车 等等的这一些比较 听起来好像比较严重一点 可是会很大程度上 影响我们的生活选择的一些话题 那么在这一段日子下来呢 我发现越来越多的听众 是非常踊跃的参与 比如说 也会和我们讲到 关于我们的生活当中 家里面能不能够利用太阳能发电 提供我们 我们每一天需要的能源 然后有不少的听众说 是啊是啊 我就是在家里 他们刚好是有地住宅 几年前就装置了 还很详细的跟我分享 他们省了多少钱 有多省力 然后有鼓励周围的人等等的 那有很多的朋友 他们非常好奇 比如说我们讲到 咖啡渣可以做成这个球鞋 他们就很踊跃的说 这个网站是什么 我想要知道更多 所以踊跃的参与的朋友 讨论的询问的朋友 是越来越多 这一点我觉得非常的鼓舞 因为这代表着 大家都有这份心 想要为我们的地球尽一份力 所以要给我们的听众 掌声鼓励 李莲说到了这个听众的反馈 那你又没有碰过说 另外一派的看法 觉得说个人的力量 可能过于单薄 所以没有必要 为自己带来这么大的麻烦 是 有不少的听众就会说 我一个人嘛 我用一双筷子呢 那能怎样 对不对 我有个罐子 那能怎样 可是我们就希望说 通过节目当中的一些资讯 包括了地球暖化 对我们新加坡 是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的 我们不是一个孤岛 我们是就是 跟很多的一些其他的环节 一些细节都是环环相扣的 通过这些资讯的分享 希望说大家可以在自己的能力范围 还有自己选择的一个情况底下呢 可以就尽一点点力 每个人一点点的力 追杀可以成山 所以近几个星期 我们也发现收尾不少的听众呢 从比如说把纸张在循环 或者是把干粮群所说的这个红包风 再循环等等呢 大家都想说 好 我应该可以怎么样的尽一份力 所以如果每一个人 消费者也好 或是垃圾制造者也好 大家都想着 在做这个东西之前 在一个动作之前 可以怎么样更环保 或者是有永续发展的一个精神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集聚很大的一个力量了 千万不要小靠我们个人的这个力量 那起家呢 你在你的方面 也没有接收到类似的反馈 通常你会怎么样去回应呢 听众 OK 我觉得说 像是我自己周围的朋友啊 很多都是在跟我一样同龄啦 在冲事业 或者在组织家庭这类的 所以对他们来说 如果要绿化我们的生活 打造一个更具可持续性的未来 他们会觉得说 我现在就是很忙 没有那个心思跟时间呢 去可能做这件事情 因为可能它会 让我的生活有一些不变 但是我是觉得说呢 我们可能看永续发展 是一个很大的concept 很大的概念 但是如果我们的目标是 例如说啦 OK 我要省钱 跟我要 不要一直赶时间 其实从这两方面左手呢 我们就会建立一些 环保 跟可以绿化生活的习惯 例如说我要省钱 所以我就会常关灯啊 记得关掉我的冷气啊 因为我不要一直赶时间 我要放慢步伐 好好地享受生活 所以我就可以有时间去搭地铁啊 搭公共交通工具啊 减少这个碳足迹 另外呢 还有像是可能 我们在家里 可能也会带那个打包的容器 去到外头打包 然后回来呢 就是慢慢地洗 然后享受那个洗的过程 所以我觉得这些小习惯 是可以帮助我们能绿化我们的生活的 而且其实这是一种 慢生活也挺好的方式 其实说到这个环保方面的生活习惯 我们现在大概一般人都已经蛮清楚 那个所谓的三个R 就是 reduce 减少 recycle 回收 还有reuse 再利用 那其实这一切要怎么样 反射在我们的衣食住行各个方方面面 齐佳在这一方面 你有什么推荐 OK 像是衣服方面呢 我最近就看了一部纪录片 叫做Minimalism The documentary about the important things in life 然后呢 这个纪录片当中 它就说到了fast fashion 快时尚 其实是很不环保的 那我看到之后呢 我就觉得说 我好惭愧哦 因为我就是一个很爱买衣服的人 可是在那个纪录片当中呢 也有这样子的一个例子 就是这一位女生呢 她和我一样 每一次出席一场活动 她就想要买一件新的衣服 可是呢 自从她想要迈上零垃圾的生活 更加的环保之后呢 她就不会去买新的衣服 如果要出席活动 她就会去她的群聊 问她的姐妹们 闺蜜们 你有没有这样子的衣服可以借我 那我觉得这样子 其实是一个很棒的 可以和我们周围的朋友呢 建立关系的一个方法 同时间呢 又可以零浪费 那像我自己本身呢 我也有用这个 服务租赁的平台 就是不买衣服 就是租而已 这样子我觉得可以帮助我们 减少垃圾 对 我必须说 同样的这部纪录片 在很大的程度上 也影响了很多 我自己的消费习惯 就是在决定要购买之前 会多想一下说 OK 它是价钱上 它是这个价钱 但是它对这个地球的代价是什么 这个值得大家多想一下 除了可以省钱 还可以拯救地球嘛 那李莲在你的那方面呢 有没有就是一些例子来分享 我们在生活当中的行为 可以怎么样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环境呢 我觉得起家和友谊说到了一个重点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消费者 消费者力量很大 我们在花一分钱 或者是想要购买某个东西之前 我们就先想一下 这个东西符合环保的一个理念 或者是它的精神 为着我的下一代或下下一代 它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我可以讲到好像有点太广 太深 太远了 可是它怎么样为你省钱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考量的切点 另外一点就是 我们最近越来越多的 这方面的信息 所以打开我们的眼睛 打开我们的耳朵 去接收这方面的信息 比如最近在节目当中呢 我就请来了一位装修的资深达人 他就跟我说 其实新加坡很多装修商 他们都已经经历了一些培训 要帮助消费者 要做装修的朋友们 怎么样以更环保的选择来处理装修 还有选择他们的设计 这方面的一些东西 只要我们一听到 脑里面就有一个灯泡 那下回当我们要做这些选择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嗯 对 原来有更环保的选择 那我们就可以依据这个方向 慢慢慢慢渐渐渐渐渐的 我们就可以在这方面呢 成就很大的一个改变了 是 其实真的是生活当中 各个不同的层面 衣食住行都有非常多值得 我们大家去进一步思考的空间 在这里非常感谢两位的分享 也祝大家通过这次的提醒 我们大家可以迈向更加绿色的生活 谢谢你们 谢谢两位 谢谢 对亚洲新闻台绿色计划有兴趣的公众呢 也可以上这个网站呢 去浏览更多的消息了 好 那么在下一段节目当中 我们来看一看在这个 关闭疫情下的爱情 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面貌 稍后回来的新系列 关于爱情 带您走近一队 在疫情下闪婚的年轻夫妇 听听他们与众不同的爱情故事 要走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